您好 欢迎收看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刘芳瑜 国际焦点首先带您关注到 目前世界各国是纷纷制定政策 加以现用塑胶 巴拿马也正式成为了 中美洲第一个禁塑的国家 即将时可以看到 民众是主动拿出了环保购物袋 取代过往免费的塑胶袋 巴拿马政府最新规定了 包含有超市 药局以及零售商 是全面禁止提供免费的一次性塑胶袋 未来也希望2020年之前 这塑胶禁令将会延伸到 大型的批发量饭店 高温热浪侵袭北半球 欧美各地也进入了野火季的高峰 葡萄牙中部火场 持续投入了上千名的消防人力 不过也因此造成了30多人轻重伤 至于在美国亚利桑那中的森林大火 这火线已经禁逼住宅区 强制疏散当地的老百姓 远处树林冒出了浓浓白烟和火光 美国亚利桑那中中部的旗干市 发生了森林大火 官方紧急封锁了周边的公路 也强制撤离附近居民到 红十字会的收容所来避难 另外在葡萄牙中部的野火灾情 目前总算是控制住了九成 不过消防单位依旧提出警告 目前葡萄牙仍旧是非常非常的热 气温还会飙高到摄氏40度以上 加上焚风助长很可能会让火势再度浮燃 至于以巴之间的冲突也再度升温了 这是以色列军方在东耶路撒冷 出动了上百名警力 强制拆除了巴勒斯坦人的违法建筑 好几十栋的房屋一夜之间就被怪手给铲平 居民无所自从 三层楼高的建筑应声倒塌 以色列公共卫生部长表示 这些建筑实在太靠近军事的围里了 因此是由以色列的最高法院判决违法 强制性拆除 巴勒斯坦人则抨击安全问题只是借口 拆除了房屋 就是为了要扩大犹太人的吞恳去 今年是人类登陆月球50周年 太空竞赛各国也持续的进行当中 印度最新发射火箭 送探测器月球2号到月球上要进行探测 火箭在印度民众的欢呼声当中 升空了顺利的话预计9月初就会登陆月球 印度早在2008年时就发射过太空船 当时就证实月球上有水 这一次月船2号的任务就是要正式的登陆月球表面 勘察月亮的水冰沉浸物 一旦成功 印度将会成为全世界第四个登陆月球的国家 印度政府也预计要在2022年之前 完成首次载人上太空的任务 叙利亚内战持续最新的空袭行动 是由政府军和俄罗斯的军队联手 造成至少有50人丧命 就当人员努力了将一名小朋友 从瓦砾堆中抢救出来 周遭的建筑物也只剩下了断圆残壁了 居民表示有两枚导弹是落在人口相当热闹的市集 造成不少老百姓是无不丧命 叙利亚的人道救援组织白头盔当中 有一名年仅20多岁的年轻志工 他在现场拍摄人道影片时 不幸也遭到波及丧命 空袭地点是反抗军的最后据点 叙利亚政府已经花了两个月时间 始终是攻不下 还处于僵持状态 统计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 这战火又造成了叙利亚境内2000多人死亡 镜头带您回到国内 要带您关注到的是 南台湾的本土登革热疫情 目前持续地增加当中 而且同时发现了在南部 出现了第二型以及第四型 一旦发生了交叉传染 更容易会导致出血性的重症 提高致死危机 高雄登革热持续升温 前证也开始传出疫情 但和先前的第四型登革热不同 最新的病例都是第二型登革热 我们后续也担心说 会不会有造成有一个交叉的感染 所长的担心不无道理 因为第二型登革热 在104年就曾造成致命危机 104年高雄市这边总共有确诊了 19723例的第二型登革热个案 总共导致了112例的死亡个案 两者同时在社区这边流行 很有可能就会因此导致 并发性的一个出血热的可能性 不治疗的话死亡率的话 大概可以到两成甚至更高 那出血性登革热会造成死亡的 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就是包括一些器官的衰竭 譬如像肝衰竭或者心脏方面的问题 甚至严重的一个出血 但最近常下雨 下雨天喷药会有用吗 水沟是残效 它是针对决绝嘛 那个下雨天我们是不会去失作 那你会看到热烟的部分 那个是针对沉稳的防治 也就是说 目前下雨天针对沉稳进行室内空间喷洒 室外的决绝则会视情况进行 再加上一旦有登革热确定病例 得在48小时内喷药 相关单位也会视情况喷洒 期望能有效遏止病眉纹资深成长 大爱新闻 刘月福笑容术高雄报道 您听过夜风女这个新名词吗 指的是20到39岁之间的女性 爱吃甜食 不爱吃蔬果 不运动 也爱熬夜 要如何改善呢 专家做出了以下的建议 工作压力大 很多人透过吃甜品来消除压力 根据调查 20到39岁女性近8成 习惯以下午茶或点心提升工作效率 但她们的身体快乐指数却最低 因为作息不正常 成为夜风女 也是罹患大肠急躁症的高危险群 我们人的这个压力是处理 这下是垂体这个肾上线的一个轴线 大肠急躁症病人 尤其女性的病人会发现 它或许跟荷尔蒙的关系 让它过度活化 所以一般人我们比方说紧张的时候 你肚子不会痛 可是大肠急躁症病人 他就肚子就痛起来 肚子痛排便出问题 就是肠躁症的征兆 医师表示罹患成因很多元 但有七成都是因为压力 20到39岁女性的盛行率将近三成 因此如果下午茶少吃糕点 该以木瓜 奇异果等 富含膳食纤维的水果取代会更好 摄取维生素C的话 它是可以让我们就是 兼缓疲劳然后有活力这样子 那另外在水果酵素的部分 是可以帮助我们食物的消化吸收 那在植化素的部分就有 抗氧化还有免疫方面的功能 近期成夜风女觉得处理水果很麻烦 因此建议选择好处理的水果 或是前一天先准备好 冰在冷藏库 水果的营养素不会过度流失 大家新闻聆听 燕依林台北报导 莫忘那一年 回顾2008年 大陆历经了汶川大地震 慈济在当地总共援建了17所的学校 兼顾的校舍 让孩子们能够安心求学 当地的老师也因此接触到了慈济敬思语 注入了一股人文气息 这言上人在今天的志工早会上赞叹 地震过后 这群老师把教育当成了志业 用父母心来对待 穷极一声春风话雨 这就是生命最大价值 老师心 菩萨心 同时也是父母心 那是真诚的父母心 望子成龙 望女成风 不是职业 是志业 不是为生活而教育 是为教育而生活 我们的志愿在教育 所以这个生命是为教育要认真生活下去 我们要把这样的生命好好地利用 人间有价值 永不退休 因为才真有时间放下一切 为人群而付出 回头看过去 芬苗成为过去岁月 时间不留给我们 只要我们自己把时间利用好 在我们的生命中 带着有价值的生命 有来人间的宝贵的历史 在生命中 这才是活在人间的意义 台北资金医院举办了 医护体验营 45位的国中生 学习正确的CPR技巧 也希望启发同学们的悲心 守护生命 爱是最好的良药 每一张照片和图说 都是慈悸医疗的精神 我们在新北山区 有很多需要关怀的人 这些病人走不出来 我们就去走去关怀 台北慈悸医院举办医护体验营 45位国中生 探索白色巨塔 多方认识医师 护理师 药师 书记 社工师等各种领域 我们的主轴精神是让孩子看到说 服务他人是可以利益自己的 服务他人是可以让自己更好 然后在整个互动过程当中 希望他们能够找到自己 未来的一个生涯发展 健康把关与生命的保护 第一线其实是自己 急诊室团队规划了抢救生命大作战 这位小姐你帮我教119 这位小姐帮我拿AED好吗 护理师示范心肺复苏术 CPR以及自动体外心脏去占器 AED的使用时机和技术 并协助学员演练 在我们隔壁的国家日本 他们其实在国小就在教CPR了 那其实在台湾这一块 好像没有那么普遍 所以我们是想说 难得有这个机会 可以把CPR这种东西 推广给我们从小开始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 比较重点要上的课程 医学的目标在守护生命 守护健康 而当医院里头爱被实践 医病之间有人文串流 医术就成了艺术 国中生对于医院的印象 从陌生转为亲切与温馨 大爱新闻 珍珊美之宫沈玉莲 谢荣祥台北报道 另外这群青少年 他们挑战的则是 十天环岛之旅 沿途造访许多荣民之家 陪伴长辈们 付出在当下 那个刹车试试看 我帮你加水来 车队要环岛 事先集训体能充饱电 车况也要没问题 先检查胎压 那个胎压就是要硬的 然后我们还要准备一些刹车 看刹车会不会太紫或太松 十多位来自弱势家庭的青少年 在社会团体的鼓励下 挑战环岛十天 骑进八个县市 年纪最小的才国小三年级 你还可以吗 会不会很辛苦 感觉骑着就像打仗一样 其实不管骑不骑的东西 是一样踩下去 有经验的伙伴负责带队 还有来自屏东的国中生 六直排轮陪伴 一起加油向前行 旅行的意义不止欣赏美景 也会到多处 荣民之家服务长辈 孩子去跟他们一起做运动 连缓老人家的失能的部分 让孩子学习就是 手心向上如何变成手心向下 中华民国富佑关怀成长协会 从2013年开始 陪伴弱势学童环岛 从公益服务的过程 得到付出的快乐 这趟公路之旅 也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勇于自我挑战 起初自信 大爱新闻国林杨俊廷台中报道 护生路专题系列报道 别让台湾的公路马路 成为动物惨死的最后一里路 成立有八年多时间的 动物鹿死观察网社团 在全台湾各地 拥有好几千名的志工 持续以系统化的调查 以及田野调查的方式 希望能够减少动物鹿杀的悲剧 这里是三峡 靠近满热野生理游乐区的一一五巷道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做的是 看这条路上有什么物种做到鹿杀 徐宗廷与陈静两人是分属 台湾动物鹿死观察网 简称鹿杀社 以及三峡娃娃兵社团的保育之工 选择在天色昏暗的傍晚 一同寻马路 寻找蛙类的踪跡 希望保护稀有的蛙种 在繁殖季节的迁徙过程中 不会命丧人下 但很不幸的 蛙儿们的繁衍之路是危机四伏 这一个其实是我们热点 我们现在在吉利争取生态廊道 也是这个湾 那它是说的是赤蛙跟荷树蛙的 都非常稳定的量出现 也非常稳定的鹿杀 在这一段 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这么高的记录 一个晚上十九十一几 九十 九十四十 其实我参加鹿杀社之后 会比较关注生态的议题 在路上看到一些大小小的鹿杀 会比较有感觉 会觉得哇这条鹿的鹿杀量好高哦 可能会在学校还是在哪里经过的时候 看到就会把它拍下来 就是尽自己的微博之力 然后提供这些研究者 他们一些基础的数据 我们就是透过民众参与的方式 然后把这些不幸死亡的动物 那减食了之后 把它制作成各式各样的标本 特生中心助理研究员林德恩 正在电脑前 买手整理各地志工传送来的资料 2011年 他在网路上分享了一张 蛇被鹿杀的照片 意外促成了鹿杀社的成立 因为我们在以前野外的调查里面 就发现 我要找到活的蛇 其实不太容易 但我很容易在路上看到 被压死的蛇 所以就贴了一张这样的蛇的照片 然后做了一些简单的说明 就没想到这样一贴之后 就引起了很大的回响 八年来 鹿杀社累积了超过14万笔的资料 其中全台各地4500多位之工 就贡献了85000笔 记录到的物种更高达577种 而其他单位或部门 也贡献了5万多张 相当可观 目前数量占最多的 类群的话 其实是爬行类 就是蛇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蛇身体很长 大家对它又比较恐惧 比较害怕 所以它特别容易被发现到 在台湾最容易被路上 其实是蛙 因为青蛙很小只 那很多时候其实一台车过去 它就可以压死几十只的青蛙 但大家根本不会去注意到 因为它太小了 以数量而言 这是数量最多的地方 是线道跟向道 那省道算是比较低的 那这是因为跟环境有关 但是省道呢 因为车速很快 那省道会发生的又大部分都是 这些刚提到的石楼木大型动物 相对的它对于交通安全的 威胁也是比较大的 透过全台道路的系统化调查 得出了鹿沙最多的道路 及动物类型外 最容易发生鹿沙的季节 则是分别在春秋凉季 台湾最容易发生鹿沙的季节 是从四月开始 春天来了 开始下雨 然后气候回暖 所以很多动物出来活动 然后出来繁殖 那一直到秋天的时候 在十月的时候 会出现第二个高峰 那这里其实也跟动物的习性有关 这个时候有很多的动物 准备要渡冬 或者是说幼体长大到养成体了 它准备要离开爸爸妈妈的领域 然后自己去找新的环境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大量的移动 然后容易被撞伸 虽然调查的数字 都是一条条生命所付出代价 但这些数据提供给公路总局 等道路主管机关之后 就可以推动友善动物设施 在鹿沙社与公路总局的合作努力下 针对一级保育类动物石虎 选择位于台三县苗栗鲤潭水库旁的路段 采用先进的AI智慧辨识警示系统 那这个是可变的资讯标志系统的话 平常这一套可变资讯系统 我们就会宣导交通安全的标的话 当有这一套动物都出没的时候 车型速度有超过40公里的时候 它就会显示说 前方有动物出没 请减速慢行 提醒用户人 把速度这样低的话 就是发现尸体的时候 我会用路沙士他们发的比例词卡 然后放在尸体旁边 我们这个系统就是 就是希望透过一个很简单的介面 然后让民众他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只要发现他这个环境里面 有动物不幸死亡的时候 然后只要把它拍照 然后储存 储存了之后呢 用这个系统会窗给我们 那我们最后就是希望 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大家可以珍惜自己的生命 也珍惜所有动物的生命 除了开车时留意之外 如果发现有小动物不幸路沙 也可以帮忙拍照 上传 就能对路沙的改善 做出一点贡献 暑假呢 慈济大学有六名同学 组团到了美国纽约游学 全程接受英语授课 而促成这一次机会的 是慈济志工林靖成 他同时也是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位在布鲁克林区的 圣约瑟夫大学里 六位慈济大学生 体验不同的上课方式 那我们上了有英文写作 静坐课还有哲学课 那这从中让我最惊艳的是 跟老师很近距离的接触 在这里就是从老师的引导 然后到这里的路人 这里的服务生 然后他们其实你讲英文 就算是指个拼凑的单字 然后他们就是 还是可以懂你的意思 而且他非常的友善 游学三个星期 他们也参与老人院访试 所以我们在看世界上 我认为苏智能持有同一种态度 我们看到忍犯是一种最大的问题 而世界上最大的疲惫 所以这个想法 of helping young people to transform through education and then to model that behavior is something that both of the institutions share 尤其是在布布林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很 有点是移民的大壮路 所以他们也是有学到说 其实很多事情跟台湾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以后 对慈激人或是有可能可以成为慈激人的 的学生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 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的视野达得更开阔 来自台湾的林静成 也是慈激职工 他了解两所学校交流的意愿 促成了第一次合作 协助慈激大学学生拓展视野 大爱新闻之下美职工邱品豪 林静成 刘嘉天 美国报道 澳洲墨尔本的慈青生活营 结合了时下年轻人非常喜欢的电影 以及密室逃脱游戏 密室逃脱是游戏 考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也学习团队合作 墨尔本慈青生活营 结合时下电影和流行元素 但仅仅还扣 孝顺不能等的理念 真的打从心里觉得 应该要更加关心 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要更加关心父母亲 慈悲科技来自环保回收 年轻人学习如何落实 我先去清洁干净 然后可以把能够拆掉的 能够分开的都给 先分开然后才拿去recycling品 走往需要帮助的地方 大家为维多利亚火灾区的居民 出一份力 缓解一些他们 清理家园的困境 台铁的准点率 创下10年来新低 也因为之前的普悠马事故 现在为了要提高准点率 着手进行了上千辆电联车 的采购计划 同时也改善路线 提高行车的速度以及速率 台铁的一个排点系统 已经电脑化了 那为了进一步提升 整个排点的效率 我们除了加强资料仓储 跟运转模拟系统的整合 我们也创接了 第四代的一个票务系统 来强化理应的需求 跟颁表回馈修正的一个实用性 因为处理理课 这个纠纷这个部分 不幸运功性质这个部分 我们就有在强调 我们之前就有规定 无票旅客不得乘车 近战乘车这个规定 我们现在这个部分 我们要求各个车站 要落实去做 除了提升安全性之外 台铁也表示 会同步提升人员训练 降低票务 或是意外事故的发生 列车准点率 整体而言 目前是91.3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海新闻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进点栏目 继续 是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